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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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前面讲过主数就是病人感到最痛苦的使他来抗病的主要的症状体征还有持续的时间 所以我想问一下同学这个病的主数是什么 来前边这个第一排的同学 同学你回答一下 主数就是近半年来月经量增多 这岸有跨 经期延长达8到10天 其他同学有没有不同的一些补充啊 有没有什么补充啊 那后边同学 他的主数应该是月经量多半年发现子宫增大乳孕两月一个月 好请坐下 他这个主数 我们说是彼此他来看病的最痛苦最主要的这种症状化的体征 因为他已经月经不正常有半年一个量多一个经期延长 是吧 所以他不一定去看病 但这次出使他来看病就是说去复检发现子宫长大了 是不是长了牛子啊 他心里紧张所以就跑来看病 所以主数你可以简单的说发现子宫增大一周 那如果你要写的更细细 你也可以写月经量增多 行经时间长半年发现子宫增大一周 这样也可以 但主要是发现子宫增大 我们看一下他的定义 增加是指妇女下腹部有结块或脏或痛或忙或异常出血子 他的定义 那他的病位是在包中 附增的包中 他的体征就是一个结块 这个结块在大的话通过腹部的检查 妇科的检查可以摸到 如果是比较小的话 要通过一些这个特殊的检查 比如说B超啊 CTMR这样才能检查得到 他的症状是一个或然症 可有可没有 早期可能没有症状 就是说常规的体检就发现子宫增大 腹部有八块 这个到了长到一定的程度 他可能就出现一些症状了 尤其是一些压迫的症状 一些疼痛啊 脏蚌啊 大小便的异常啊 或者是说一些功能异常的一些改变 比如异常的月经 异常的月经 败下 甚至其他的 导致一些这个不硬啊等等了 所以这个是增加 增加主要就是腹部有包块 一个体增为主的一个整段 那增加 增跟增是有所不同 有所不同 增是腹部的包块 坚硬成块固定不移 疼痛是固定的推着不上 甲是聚丧无常 聚丧无常 痛无定处 那增加 增更加 其实是一个疾病的一个不同的阶段 这个程度是不同而已 临床一般来说是增加是病称 因为这个甲聚热酒 油气及血 可以影响到血液 病情发展就会成增 而增肌 它是一个血混的疾病 必然阻碍气肌 导致气质的一些见证 所以临床我们当时增加病称 那增加跟急剧 腹部有增加 内科有急剧 那有人就说 这个增急跟甲聚 是同名异类 同名异类 其实它是有部位的不同 部位的不同 那大家学过内科我想问一下 急剧的部位在哪里 急剧的部位在哪里 同学请回答 内科所说的急剧主要是在中上腹部 然后主要是偏重于就是胃啊这方面的疾病 副科所说的增加主要是在下腹部 上腹部 好请坐下 那同学回答得很好 急剧是在部位是在中上腹 病在五状六腹 而增加是病在妇人的包中 在下腹部 在下腹部 妇人的包中 我们看一下他的历史营格 甲最少是在最早是在输入古空论里边 就有这个描述 任脉为病 女者败下甲聚 这个时候已经认识到甲跟任脉的关系 而增最早建于金箍腰列里边 妇人少虎莽如冬状 这个冬是古代圣这个食物的一个气门 中间是圆骨的 两头是尖的 那么他的增加的病人是一个有形之物 是吧 所以他腹部是往上凸起的 你像那个腹水 腹水 躺下的话 水是往两边有流 是一个蛙形的 所以这就很形象了 描述了这个增加的一个表现 一个表现 而且在金箍腰列里边 还记载了 增固 增固害胎的治疗的第一个药方 桂枝福林王 那这条药方呢 就是到今天临床都很常用的 一些科养的 治疗增加的 都是以这方为主进行加减 到了足病院后论 他就比较全面的 讨论他的症状病病基 而且他把增加病称 增加病称 指出这个增加为病 可以导致月经的布条 臂经崩漏 甚至可以导致不应症 甚至可以导致不应症 外台密药提出了增加的治疗 是以供消道为主 使物血去齐甲可下 那这是我们今天临床常用的一个方法 先供后补 先供后补 那这个甲具去了以后呢 再通过调补气血 进行调整这个身体 是一个常用的一个治疗方法 锦阅前书提出甲具以血义为主 增具以血义为主 甲具以气质为主的辩证大法 那原来的吉榜教材 我们都是这样分的 在伊林改措里边 他又提出结块则 必有形之血呀 这样的一个学术观点 增加一定是血 血义为主 所以他用活血化乙的治法来进行治疗增加 创制了好几条这个足以汤 都是我们临床很常用的 很常用的一些方计 那现在医学的一些疾病 比如子宫肌瘤啊 脑巢肿瘤 膨前的炎症包快 子宫内膜异症 或者是子宫腺肌症 以及成就性的宫外孕 这些疾病没有明显的手术体征 都可以参考增加进行治疗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病一病肌 增加的病一病肌主要是 状怒功能的失调 气肌佐治 气血痰失的凝结 状怒功能失调主要是肛脾肾 因为增加发病 以中年妇女比较多 那中年妇女就是精胆胎肠乳 这些会耗伤阴血 还有就是情治疑病比较多 所以肛肠血肛洗疏调达 所以这样的话就容易 以肛的疾病为主 肛气一结 气质血液 皮肾 一个是煮水 一个是硬化水疾 皮肾功能不好的话 水疾内庭 巨疾成痰 也容易跟血相伯结 所以他的主要的病肌 就是导致到气肌的佐治 还有气血痰色的凝结 实症为主 我们看一下气质血液 多数是由于气情的内伤 素性比较压抑 刚气一结 或者是感受行邪 血为行邻 血为行邻成语 所以影响到血型的不畅 急剧包中 日焦成增加 日积月泪就成增加 这是临床最常见的一个阵型 第二个是痰疾的易结 由于疲痒的不足 不能硬化水疾 或者是饮食不解 损伤脾胃胃的功能 导致到水疾内庭 水聚成痰 跟血相结 跟血相伯结 就形成了痰疾一结 日积日月累 激包中也形成增加 第三个是失日易主 失日易主 文化是在一惊奇场后 血是大开 调适不当 尤其是黄适不结 这时候就容易感受邪毒 容易感受邪毒 那失日邪气 一根以血相伯结 跟以血相伯结 滋留一包中 日久成为增加 最后一个方面是圣息血语 圣息血语 由于先天的不足 先天的不足 或者是黄劳多场 损伤圣气 包括人流堕胎 这些都是耗伤圣气的一个情况 那圣是医生的阴阳的根本 是吧 圣虚 羊不足 不能嗡孕全身 所以导致血语 导致血语 医血佐治医包公包落 日久 也成为增加 所以虽然症形是有四个 但我们讲来讲去 最后还是有个语字 有个语字 所以有形必正是有血语 那接下来我们看这个诊断 首先从这个病史 经期场后 手术后感受血读病的病史 经期场后 或者是手术后 比如一些工签的操作 消毒不炎 容易感受 这样的血读病史 或者是有一些不洁的性生活 不洁的性生活 以及有月经不调痛经代下 以及不孕等病史 你只需追问 可以有这些病史 明床表现 下腹部有肿物 下腹部有肿物 所以刚刚讲了 这个有的病人 有的病人 他是作为一个体检才发现 那有的比较大的 他自己可以摸到 比如他睡觉的时候 手摸一摸肚子 无意中 哎呀肚子有个包块 第二天赶快就跑来看了 医生我肚子有个包块 你给检查一下 那中央腹解那B超 我们就可以发现 腹部的一个肿物 症状 我们刚刚讲 霍然症 可有可没有 早期是没有 到了长到一定的程度 他就可以出现一些症状 比如一些压迫性的症状 肚子有个包块大的话 可能有脏有满 脏不舒服 压迫肠子可以出现便秘 便秘 压迫膀胀 温光尿瓶 压迫下腔筋脉 可以出现下肢的水肿 腐肿 另外可以有一些疼痛 有一些疼痛 尤其是一些炎症的包块 或者是一些 这个整股内膜异胃症的这种 都可以出现疼痛 阴道的出血 异常的出血 可以表现为月经过多 经期延长 甚至像崩漏一样的一些表现 不硬 不硬 这个增加子宫肌瘤 可以到这不硬 炎症的包块 炎症的包块 舒朗管的肿物 堵塞 可以到这不硬 子宫内膜异胃症 这些都可以到这不硬 都可以到这不硬 所以这是通过他的临床表现 第三个是检查 检查首先是一个复检 复检 复检我们检查他这个包块 主要是注意他的这个部位 是子宫的还是宫旁的 看看他这个包块跟子宫的关系怎么样 另外是大小 大小 还有质地是软的 硬的 是吧 囊实性的 界像 这边界清不清楚 边界清不清楚 比如一些炎症的包块 他的边界都不是很清楚 不是很清楚 活动度好不好 有没有粘粮 像这个子宫内膜异胃症 巧克力囊肿 这个多数是粘粮的 活动度是不好的 炎症的包块 也有可能就是周围粘粮 活动度不好 另外有没有压痛 有没有压痛 炎症的包块有压痛 朗巢囊肿和病感染 应该也有压痛 还有内衣症 有一些也有压痛 有压痛 所以主要通过这几个 注意他是子宫的包块 还是宫旁的包块 通过部位大小质地 界像活动度 有没有压痛 了解这几个方面的情况 辅助检查 最常见 最常用就是一个B超 那B超一般可以给你提示 大概是 什么性质的一个包块 比如是工腔的 工外的 他都可以给你提示 是吧 那性质 也给你一个大概 是一个 实性的 囊实性的 囊性的 囊性的一些包块 都可以给你提示 那有些呢 你可以需要做CTMR 进一步了解他的性质 比如你觉得整段B超 这个整段不是很明确 你也可以给他做CTMR 但是我想说一下 CTMR价钱贵 他不是说总确度就 特别高 百分之百 不一定的 因为我们临床也时不时 见到这样的一些病人 比如说有一个女孩子 痛经 痛经 进行性的加重 然后腹部有包块 我们是怀疑他是 子宫内膜异胃症 那B超 提示工房有一个包块 他做了一个MR 回来的话他就怀疑什么呢 恶性肿瘤胃排 那恶性肿瘤胃排 病人就特别紧张 是吧 那这病人我们当然跟他说 哎呀这只是做一参考 我们还是怀疑你是 子宫内膜异胃症为主 那手术一做下去就是那一症 所以就说 不是说越贵就越准确 只是作为一个参考 结合全身的症状 体症你作为一个参考 工签镜的检查 对一些工签里面的一些 小的一些肌瘤啊 或者是工签炎 这个工子宫内膜炎 或者你怕怀疑他是内膜癌 这些你可以做一些工签的一些检查 工签镜 那直视下看一看工签里面的这个情况 浮签镜 那浮签镜 那浮签镜就可以直视浮签里面的这个情况了 比如这是一个朗巢的肿瘤 左朗巢的囊肿 这是一个子宫 是吧 一个子宫 所以这就浮签镜 底下就直接可以看到这个包块 是在哪里 大概的性质也大概知道 这是一个子宫肌瘤 姜末下的子宫肌瘤 这是一个子宫 子宫 长在子宫的表面 那这是一个子宫 姜末下的肌瘤 通过这个浮签镜 这个就是看得很清楚 看得很清楚 那浮签镜可以作为一个检查 也可以作为一个治疗 我们发现问题可以及时的也可以做 第三个是枕刮 枕断性的刮工 那你这个对一些出血的病人 子宫又大 那我们就看一下 到底有没有一些子宫内膜 排除一些子宫内膜癌 或者一些功能的病变 或者是 通过一个枕刮 一方面你可以感觉到这宫底是 有没有凸起 凸起的话你考虑它可能是有肌瘤 是吧 另外组织物送简 给你提示 一些组织物的病例的一些改变 就有一个噪影 子宫疏软管的噪影 子宫疏软管的噪影 尤其是一些盆牵的一些炎症 疏软管疾水粘粘 所以你摸到一个条状的一个包块 如果做噪影的话呢 它就可以给你显示一个 一个像骨垂一样的一个噪影 一个通云的情况 所以我们就可以明确 明确 最后一个是实验室的检查 血肠龟 对于炎症或者是出血病症贫血 我们可以通过血肠龟检查 另外组织血的检查 刚刚讲了一个工签的一个枕刮 另外像工颈刮片 TCT看一下工颈 有没有一些工颈癌的一些改变 此外血肠啊 这个 歇125啊等等啊 那这些都是看一些良二性的一些情况 还有一些肿瘤有内蜂蜜的功能 那我们查内蜂蜜极数 看他是不是有异常的身高 异常的身高 这是 通过这三个方面进行 那我这里还要说一下 常见的盆迁包块 就包括子宫肿瘤 卵巢肿瘤 子宫内末异危症 子宫腺肌症 盆迁的炎症包块 还有成就性的公外孕 这几个方面 子宫的肿瘤 子宫肌瘤 子宫肌瘤是最常见的一个 这个子宫肌瘤 长得不一不同 有三种情况 长在公腔的 我们叫 将墨下 粘墨下的子宫肌瘤 长在子宫肌层的 叫鼻尖肌瘤 长在 靠腹腔的 靠腹腔的 我们叫 姜墨下的子宫肌瘤 所以这个子宫肌瘤呢 还有一种 就是说在 粘墨下子宫肌瘤 有地 比较长 掉在阴道里边 掉在阴道里边 这是带地的 这个粘墨下的子宫肌瘤 它的临床表现 主要就是月经过多 或者经期延长 月经过多 经期延长 甚至可以倒置到不应症 由于这个肌瘤 在公腔里边 影响子宫的收缩 可以出血多 经期长 或者是说肌瘤长得大 整个子宫的体质也大 所以它也可以倒置 这样的意思改变 第二个是子宫内膜癌 我们看一下子宫内膜癌的表象 也是子宫的异常出血 长到一定的程度 它可以子宫是增大 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早期的癌症 这个肌瘤 这个肌瘤不够三分之一 这个超过二分之一 这是整个公腔 都是一个癌性的组织物 这个坏死的组织物 我们说像这个 豆渣一样的坏死组织物 甚至它这个附件 这里都有正中的 正中的 所以 这个四五十岁的妇女 月经过多经期延长 我们要小心 一个就是子宫肉瘤 这是跟肌瘤的这个差不多 当时的它没有边界 没有包 甲包末没有边界 跟正常的肌肉 肌层没有封建 然后这个组织 比较浮浪 我们手术的话 切开一刮 就是有一个一层出来 我们说胰肉样的组织 胰肉样的组织 卵巢的肿瘤就很多了 包括上皮性的 生殖细胞性的 线缩细胞性的 很多 那我们这里只是看一下 这是一个兼业性的 这个卵巢的这个囊肿 这是粘业性的 卵巢瘤 粘业性的 这个包括可以很大 很大 所以前几年曾经有一个 海蜂的一个病人 他那个来看 这个肚子像怀孕差不多快 还足跃了这么大 我们一摸 哇 腹部的包块到齐 都已经到了 齐上大概有四指左右了 你说你怎么不知道 他说这两年人家都说我长胖 只是说都长胖 没有其他不舒服 他月巾还是正常的 然后通过这个 B超 提示就是一个囊线瘤 做手术的时候 整个包块很大 扰齐的窃口 还包块不能往整个播出 最后是 减压 再提出来 这是很大的 良性的 这是朗巢的齐胎瘤 朗巢的齐胎瘤 这个年轻女性比较多一些 里边呢 有一些像脂肪的组织 头发 牙齿啊 这些 所以你如果看到有头发 牙齿就证明 这是良性的 良性的齐胎瘤 如果是没有的话呢 你就要送冰冻 看看是良性还是恶性 这是良性的齐胎瘤 子宫内膜异味症 在痛经老师讲过 子宫内膜 种植在子宫以外的部位 所以叫子宫内膜异味症 由于它这个异味的内膜 随着这个旌旗 有一个中旗性的充血 水肿胜血 所以这个包块呢就是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是吧 而且大到一定的程度 它就可以有一点破损 破损的话里边的脊血就流出来 流出来 就跟周围的组织就粘成一块 所以我们往往复减的话 可以摸到这个子宫后皮 有一些触动性的结结 触动性的结结 然后这个包块呢是一个 跟周围粘粘比较厉害的一个包块 周围粘粘比较厉害的一个包块 主要的症状就是进行性的痛经 当然可以导致不应了 越境遗伤 这是一个陷积症 子宫内膜种植在子宫的基层 子宫的基层 所以子宫是晶莹的增大 跟子宫肌瘤不一样 子宫肌瘤是一个局限性的 它这种呢就是前后 某一个币前后币比较大的话 比较极限 可以说子宫陷肌瘤 但陷肌瘤跟肌瘤不一样 它没有包墨 它没有边界 所以没办法踢出 没办法踢出 它主要就是一个痛经 另外月经的异常 还有导致不应 最好就是一个炎症的包块了 这个疏狼管跟子 隔网潮形成一个包块 逛窗以后形成一个包块 所以这种呢就是有一个压痛 摸起来应该有压痛 压痛 这是一个疏狼管的疾水 所以摸起来是一个长条型的一个包块 那长条型的包块 有压痛 有粘粘活动都不好 这是一个异味正成 成就性的异味正成 由于异味正成破裂或者流产以后 这个出血自己停止 所以这个疾血跟阻折物 就形成一个包块 包块激化以后呢 我们妇检这包块是很硬的 硬邦邦的 而且是在后窮龙那里推不动 推不动 所以这是常见的 包块就是有这么多 这么多 鉴别诊断 一个生育年龄的妇女 这个子宫增大了 我们要考虑什么呢 要跟妊娠先鉴别 那妊娠有什么临床表现 同学可以说一下 妊娠有什么临床表现 首先应该有听筋舌是吧 早应反应 这个妇检查子宫增大 折地是软的 尿HCG是阳性 B超可以提示 是吧 所以这个来就是说 比较简单 就可以鉴别 第二个是子宫七型 刚在滑胎的时候也讲过 这个子宫七型有双脚子宫 或者是双子宫 那你摸起来的话呢 是不是到底是子宫的 肩膜下肌瘤 还是双子宫 那这个呢 就是要通过有关的一些检查 B超可以检查 另外确诊的话呢 噪影 子宫的噪影更明确 他冲匀的情况是一个弓腔 两个弓腔 是吧 看得更清楚 如果是子宫肌瘤的话呢 他就是一个弓腔嘛 这种七型的话 应该是两个弓腔 或者是中间有一个 一个大子宫 空间有一个中格挡柱 是吧 还有一个就是龙臂 这个小便 小便的这个排不出 那这种呢 就是由于小便排出急速在膀胱 所以膀胱脏大 我曾经看过一个病人 就是这样的 七十几岁 六七十岁 那个阿婆呢 就是比较瘦 两次暗暗的 就是很瘦 一看他肚子脏脏 他说肚子脏不舒服 还跟我说 一个星期前小便 排得不是很好这样 那我给他检查呢 摸起来呢 就是整个肚子很脏 摸得不是很清楚 是吧 所以当时看到 哎呀这么瘦 因为我刚刚毕业的时候 会不会是这个 这个暖潮的 恶性肿瘤啊 腐水啊 这么样的情况 是心里特别紧张 所以我就说 你做个B超看一看 那B超一做 就说徐生你过来 带个带尿包过来 我带个倒尿包 就过去 一倒尿 这个就下来了 所以这个病人 就是一个龙臂 龙臂 所以他讲的一周前小便 排不出 那我想的 一周前的事情 最近可能也就没问他 正不正常 那其实这个是要注意的 这是一个龙臂 辩正弄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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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要分虚症跟实症 分虚症跟实症 一般早期的说是实症 后期呢 由于一些出血的表现 可以就一个虚症 那最主要来变上症跟恶症 上症恶症 那一般来说 上症是包块长得比较慢 肩症少 症状比较轻 症状比较轻 恶症包块长得比较快 症状多 有恶意志的一些表现 所以你要摸到包块的话 你要问他 你像是什么时候做过副科检查 估计一下 如果说我几个月前才做过一个检查 医生都说我没事 那你就要小心了 几个月包块突然那么大 有可能就恶心了 有可能 治疗增加 就是要活血化瘾 软肩上截 但是要注意摔齐大棒儿子 因为活血化瘾的药 一个耗 会损伤生气 所以你要失渴而已 不能猛攻 我们看第一个阵型 是妻子血瘾 复科的症候特点是效果的包块 暗脂疼痛或者是没有痛 小无脏盲 可以帮有月经相后的不定期 月经量多 金型囊静 月经颜色暗 这都是一个气质血瘾 气质血瘾 气质血瘾 倒置的一些表现 那全身的症候 有什么 情字压抑啊 这个胸脚乳房脏痛啊 等等 食指暗 或是有羽邦 他脉 成 贤 治疗 应该是行气活血 化以消增 用香灵王 或者是大黄之虫王 我们看一下香灵王 他 行气 行气 上结的药比较多 另外还有行气止痛的药 上铃儿族是活血化以消增的 活血化以消增的 所以这个方位就可以起到行气活血 上结消增 那如果是腹痛比较明显的 你可以加上炎腹 配上这个 那就是精灵之伞 是吧 那胸脚乳房脏痛比较明显的 还可以加荔枝盒啊 菊盒啊 这些 如果是邪胜正盛 邪食正盛 这两色暗啊 几乎夹错啊 这些用可以大黄之虫王 大黄之虫王里边的这些虫类药比较多 虫类药是一些破血 窗透啊 力比较强的一些药物 方里面还有一个浮证的 帝皇跟白勺 另外杏仁跟皇秦 是一些调肺器清热的 大黄桃仁钢漆 是一些活血 这个下节的这个 所以治疗药呢 对于一些 体质比较壮实 血液比较重 而且是偏日症的这种 就比较好 比较好 如果是 做一个汤剂 这虫类就太多了 不要太多 不要太多虫类 那你用它两三 两个 一两个就够了 一两个就够了 另外呢 要加上一些 比如 怀山阿福林啊 扶症的一些药物 扶症的一些药物 第二个症型是 唐氏易劫 复格的症候特点是 妇人下呼部 有包括 暗字不间固定难移 代下比较多 也失白之年利 月经量多 淋漓难进 应有 失 所以代下有异常 有血以左字 心血不得归金 所以也有月经的异常 全身的见证 比较肥胖啊 凶梦啊 偶饿啊 这些 十字是荡胖 只按 有淤邦一点 胎白厚腻 卖咸花 或者是成诗 那既然有诗 有痰 有语 治疗就要化肠出尸 还要活血消症 方样要 仓服道堂王和 贵之福灵王 这鸟天荒 在前面我们都学过 我想问一下同学 贵之福灵王有什么药物组成 大家都很熟啊 一共就是五个药 贵之 翁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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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赤草 活血化 也当皮 活血 凉血 陶人 上街 消症 福灵师 健皮 力尸 所以治疗方 这是一个代表方 大家要记住 参呼到堂王 在前面学过 我们就不说了 如果是皮虚的病人 你还可以加上党生啊 白熟啊 加上党生啊 白熟啊 第三个阵型是 四日一组 复格的症候特点是 下呼都包括 日痛起伏 四日 有热 所以他是 热痛起伏 初 初则痛疾 痛凉 腰底 筋形量多 筋形量长 拜下量多 四黄如浓 或者是赤白鲜尖 以及丰厚不孕 由于 四日隐节啊 四日隐节 所以可以出现 这一些症候 或者是 四日隐伤血落 可以出现 侧白鲜尖 那全身的见证 一些发热啊 口干口苦啊 大便密结 小便短吃啊 这些都是一些 四日的一些症候了 十字暗红 有欲邦 胎黄腻 卖咸 华硕 所以治疗是 清日立丝 话语消增 用大黄牡丹皮汤加味 大黄牡丹皮汤 我们前面也学了好多次 用于日节的 用于日节的 所以这个病人是 四日一组 我们还可以加上 木通腹林 增强一些 这个磊水 磊水化石的功能 另外 还可以加上一些 活血的一些药物 活血的一些药物 这个 刺勺啊 这个当生啊 这些 可以加上一些 活血的药物 如果是 拜下赤白仙尖 可以加一些 清日解雇的 胖之粮啊 还有十字草啊 这些 可以加上 那磊床 比较多建立一些 原证包块 比较多一些 最后一个阵型 是胜虚血液症 不可的字号 这个也是 效果的包块 触动 月经量 过多过少 金型触动 比较厉害 月经的颜色 是指按摩血块 铺厚多年不必 或者是流产 那就是流产 那就是流产 那是由于胜虚 胜虚 胜虚 这个胜虚生殖 所以可以影响到 任生 流产 那医学佛则 其胞都不包括胎 他有影响越来 其中一个阵性 这个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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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的阵性量少 七血部阵性就已经量多 所以可多可少 另外一些全世界见证 要是双短啊 要是北岸啊 这些都是市区的一些表现 实证案 迈嫌隙 治疗 就应该是股市罗学 肖症 上结 荒药 用五十七方 一十七方 一十七方 这两个都在前面学过 一个在股市里面 又一致的学过 一个在通经学过 这两条荒药 荒药的颜值 都是差不多 药药 有所不同的颜值 这是五十七方 一十七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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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两条荒药都可以用 都可以全用 那这个是 私律症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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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其他的治疗 比如中药的保留旺肠 中药保留旺肠 防治二十的 防空心旺肠液 服务的外肤 双白症的外肤 以及中药的经脉原药 包括双毛粮注射液 静脉注射液 五方当心注射液 洗脑器注射液 等等 包括中药的经脉原药 那我想问一下同学 因为我们前面已经学了很多疾病 老师带上的提议 到综合的疗法 用于中药保留旺肠 还有服务外肤的这些 有哪一些疾病 刚刚我讲到 增加吸了很多疾病 想一下有什么疾病 可以采用综合的治疗 我学问一下 同学您可以来一下 西医的那个盆腔炎 也可以用保留灌肠和外肤 还有一些像公外孕 我比较稳定的那种 又不符合手术的 保守治疗的也可以采用这种方法 还有一些像西医的像暖潮囊肿 这种包块小包块的也可以 他用这种办法 这个中文的治疗 我前面讲过 大校并讲过 恒前的原刃包块是可以 痛心老师也有讲过 这个子宫内容 因为症 也可以 另外 因为认诚 成就性的和外孕 这两个可以采用 所以呼吁这些包块 可以采用一些中文的治疗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西医的治疗 西医根是定期水马 这个包块比较小 它可以不治疗 就是这个期待遥导 看 三个月放铃 不采采一下地操 看看他包团能长大 不长大就是完蛋 就是定期水马 第二个是介入的治疗 比如一些脊弓肌肉可以介入治疗 堵塞他的脊弓弯 使到这个牛没有血液的供应 比如说 这个牛饿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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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牛因为缺血坏死了 然后就吸收 但这种是一个远期的疗效 这种是远期的疗效 大家要知道 牛饿有 有的人 就是说我做完这个阶段以后 他快往不长大 或者疼痛明显 那这个你要跟他解释 一开始他是没有什么效果 大概半年以后 他就介绍了 有个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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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做完手术以后 你可以配个中药的治疗 配个中药的治疗 或者是说他是化疗后 胖疗后 一些病的理念 可以加上中药的治疗 中西脊弓 这个时候呢 减少他的脊弓小 有个缩小 有个缩小 第二个 脊弓肌瘤 当时脊弓肌瘤 长得比较大 摸起来像正常的 两个脊弓 六到三个月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要求他做手术 做手术 或者是单个脊弓肌瘤 大一直径 大一五厘米 这种也是一个手术的指针 大一的指针 另外 肌瘤变性 多力量变 男性变 红色变 这是良性变性 这种也应该做手术 还有一种相对的手术指针 子宫出血不能控制 瘤者虽然不是很大 子宫之大 肌瘤就是两个面道的大 但是呢 每次一来都好出血 就贫血 劳力一进后 调理好一些 下上来一起 用大指数的贫血 保守治疗 无效的 肌瘤不是很大 七八字 都可以气得不高 第三个是网巢 实际超过五个厘米的 保守治疗 三到六月表说起的 应该是同时的数 那就是说五六个厘米的 保守治疗 如果七八个厘米的 你就不一定要保守治疗 你只卵巢肠肿油 容易恶变 所以要手续治疗 尤其是 难实性 或是实性的 五公公 四公公 实性肿油 容易恶变 所以要手续治疗 刺激 指公命或医味症 脚会拿走 破裂 不懂得是很急性的 不动 也是很急性的 手术 急性的手术 我们回头看一下 看看这个病例 应该做什么检查 应该做什么检查 应该诊断 是什么 重低诊断 新的诊断 还有需要和病人先检验 我问一下 同学给你回答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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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回答一下 对 对 检查可以做B超 诊断是真假 什么假 西诊诊断 西诊断是子宫肌瘤 子宫肌瘤 你觉得应该是 跟什么病症线界铁 与妊娠 首先与妊娠 妊娠 妊娠 那这个症情应该是什么症情 气质血语 气质血语 好 挺好 那这个类的 所以她发现子宫肌大 所以这个类 首先我们要跟 症线界铁 是吧 所以这里有两次 她的月经 是正常的 没有昏测 所以另外一步就是 检查之后 肌瘤是指定比较硬的 指定比较硬的 所以这个通过这个 链接刺激 不做链接刺激 摸到指定比较硬 做得比较硬 做得比较确诊 确诊 确诊 那这个是一个 气质血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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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认诊 还有心理脱血 那这一课 这一课 大家一起学习的这个症调 这一课 增加主要是一个 不顾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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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刀炭 这个 扩张 扩传 扩痛 会有异常的出血 会有异常的出血 这一课 它的病病基 主要是撞口风流的尸条 气急佐治 气血痰痰的民菌 它总段主要是通过病死的 体增 还有 浮沾检查 尤其是这个体增 是很重要的刷 辅助檢查我們可以選擇性的 做一些檢查 常見的就是一些低操的最常用的刷 今天這段主要是做一個早孕 早孕 還有直冬七星 這些都會見譜 變身動漬 主要是一式自行 但我們說血液是逛穿的過程 所以我選孝珍 是它的原理詞 那好 今天的客套上到這裡 下課了